前刑事檢察專員 江樂士 在接受香港一些媒體訪問時 直言不諱地表示 港大學生會評議會通過的動議 是對政治暴力的美化 和對刑事司法的侮辱 這是對受傷警員和家人和朋友的藐視 不僅是對警隊的公言挑釁 亦是對香港市民的公言挑釁 江樂士直言對一個學生組織來說 他感謝試圖謀殺警察的人 是一種犧牲 這意味出一種變態的心態 這不僅令大學反感 而且讓所有重視法治的人都反感 這動議有可能會成為其他人效法恐怖施責 江樂士慎重建議 港大除了譴責學生會之外 還需要考慮對他們作出處分 因為他們違反了大學的校訓 明德格物 他們不但令自己蒙羞 還令整個學生會蒙羞 沾烏大學的名聲 其實亦使得香港大學的學生前途受到打擊 長期以來香港大學的學生會 嚴然好像一個無面之王 沒有大王冠 在香港國安法新校實施一年以來 依然有詞無恐地在社交媒體 煽惑、鼓動、涉嫌、顛覆政權、分裂國家 就在剛剛過去的七月日當日 港大學生會在他的網頁上 拿著各種謊言、謠言、明目張膽 醜化、污裂中國共產黨 鮮惑人們仇恨、仇視中國共產黨 對抗中央政府 公然為暴徒佔領 賭毀立法會唱讚歌 公然當國安法舞蹈 公然挑釁國安處的執法底事 顯示港大學生會一以貫之的反政府 顛覆政府的邪惡意圖和立場 香港本地法例仍是罪行條例 第十條 清楚列明在罪行 煽動背亂罪 其中一個在意圖引起仇恨 或者藐視司法 這是第九C條 另一個意圖在不同階層人口之間 促成惡意或者敵意 這是第九E條 另外刑事罪行條例的煽動意圖 包括意圖引起憎恨或藐視香港政府 或者激起對其離叛 或者激起香港居民企圖 不准合法途徑 促使改變其在 其他在香港的依法制定的事項 引起對香港司法的憎恨、藐視 以及激起對其離叛 引起香港居民間 不滿或離叛或煽惑 他人使用暴力 重擁他人不遵法 不守法或不服從合法命令 香港大學的學生評議會 企圖針對香港維持治安的警務人員的暴行 為美化、合法化 可以說是一種仇恨或藐視司法本身的意圖 明顯是違反了第九思條 另外企圖毒害年輕人和容易相當受騙的人 以產生對警察的敵意 可以說是企圖在不同階層之間 煽動敵意和敵意 有充分理由懷疑香港學生會 可能觸犯了本地法例的煽動叛亂罪 刑事罪行條例中 列明任何人作出或企圖作出 煽惑意圖作為或發表煽動文字 刊引或發佈煽動刊物即屬違法 首次定罪可處罰款五千元和監禁兩年 難道香港學生會發表的年篇 內族牽涉煽惑和煽動文字 還不足夠構成違法的證據嗎 當眾多黃媒歇涉於國安法的威力 已經消聲匿色刪除或下架了煽惑文章之際 港大學生會依然有詞無孔 發佈將告各種煽惑文宣 即屬知法犯法明知固犯 藐視執法施法 香港國安法第29條第五規定 通過各種非法方法 引發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 對中央政府或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憎恨 並可能造成嚴重後果 君屬犯罪 犯前款罪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罪行重大的處無期徒刑 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香港港大學生會在社交媒體上的 煽惑顛覆醜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言行 明顯的意圖是蓄意引發香港特別行政區 居民和海外華人對中央政府 對中國共產黨或者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甚至對特區執法機構的憎恨和藐視 這些仇恨可以造成顛覆 或者分裂國家的嚴重後果 因此港大學生會的白紙黑字讀宣 已經涉嫌煽惑顛覆 煽惑分裂罪 國安處理應嚴正執法 徹查港大學生會的涉嫌犯罪言行 還大學寧靜乾淨的教學環境 恕香港國安法的法律威嚴 港大三會到現在為止 依然故惡 一而再 再而生 挑戰國安的底線 挑戰執法的底線 是因為他們抱有幻想 幻想著全社會 對天之嬌子網開一面 對未來的社會動良 寬恕包容 同時也錯誤 認為國安處執法機構 一定會投鼠忌器 香港國安法在大學門口之前 不過是無牙老虎 難耐其何 國安處的嚴正執法 將從根本上破除他們的天真和幻想 從根本上清除國安法執法的死角 樹立國安法全方位的法律效力 擔憂學生搞事 而不敢懲處涉嫌違法的學生 不僅僅是港大管理層的失責 更是一個安執法機構的失職 對於一果公然淺踏校訓 明德格密的活叛逆者 逐出校門不足為息 而對公然侮辱市民 侮辱司法的挑戰者 將其承知以法 只能大快人心 這就是前刑事檢控專員江樂氏 接受港媒訪問時的意見 我想我也要修改我的意見 我本來覺得可以放學生一馬 如果國安處追查 大學不理 如果國安處不理 大學就做紀律處分 看樣子 我對於香港市民 關於這些人所做的言行 那種憎恨和討厭 是低估了 它引起香港市民的憤怒情況 我也低估了 所以對不起大家 但是我覺得現在可能是時候 殺雞儆猴 這班蠢才 真是不值得可憐